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来星星有解谈 继续有小肥 今天继续要问你 就是在... 其实... 做了事这么久 这么大个人 其实小肥的理财是怎么理的呢? 差 会不会是给家人去搞的呢? 是的 其实我理财是超差的 如果把钱所有放在我身上 就会没了 是的 就财生人安乐 幸好我家里有一些很理财的架车 我妈也会帮我保持一些自动自觉 而我一个partner 我许人不过的小林 都是我老板之一 他们都会帮我好适当地保持一些钱 所以... 所以... 即是你分散投资啊 你是... 因为我很相信他们 所以他们都帮我去理财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呢... 最近呢... 终于在澳门可以置业 哇... 都... 不过都经过... 都扭换扭的 就是买一间旧屋 然后就... 买一间新两年... 两年楼的单位 是的... 唉... 其实我不能善于投资 我不是用来炒的 是用来自住 希望我妈妈有一个有升降機的地方去住 其实我们都是想安居留学业的 嗯... 其实呢...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呢... 分散投资为何最好呢? 就是既然自己不懂的时候 那我们投资在人身上了 即是... 我的角度就是投资在人身上 那就是投资给妈妈啦 投资给姐姐啦 是的... 我的性格是要强积金的 是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投资在人身上是最好的 是的... 那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2013年... 其实... 智业... 我想是你其中一个目标 那... 还有半年左右 那... 那你自己会不会... 还有一个大目标是未完成 或者很想完成 有什么是想做的呢? 会不会是开场表演呢? 没错... 绝对是的... 那... 开场表演还不是这些简单的表演 大表演 红馆是想的 不过可能今年的期间在爆啦 那或者将这个最大的目标 可能延伸到2014先啦 嗯... 红馆和澳门都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演唱会 希望都会搞成啦 都是成为我未来最近的目标之一啦 希望... 即是预订了场地之外 我自己有些东西都要准备好啦 那... 会有很多目标进发的 包括我的... 我的体能啦 那些歌的数量啦 和想到最好的题目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啦 嗯... 即将来的目标 其实真的主要是做事的 是的... 会不会有其他那些... 做事以外的目标呢? 最以外的目标... 我希望... 我未来有一个很简单的目标 不知道可能对人很简单 对我现在有困难就是旅行啦 哦... 好想旅行啦 我发现... 问10个... 有9个都说想去旅行啦 真的吗? 是啊... 真的... 但我会觉得... 忙是一件好事啦 对于是一个艺术师 但是... 在适当的时候... 去旅行... relax一下... 拿一下灵感... 是啊... 要的... 都是非常好事 当我去澳门... 又可以当我去旅行啦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多谢你帮我接受啊 谢谢 拜拜 拜拜